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到这些财子汤 今天请来好朋友Loy Hello Hello Debbie 你好 今天星期是超级央行周 难怪的 因为有很多期待 首先大家会估计会市会很波动 整体亚洲区的股票会否回头 其实今天星期都有很多东西 明天大家等日本央行结果 会否17年来首次结束负利率政策 有些人说YCC政策自2016年引入 都会全线取消 现在所有东西都在等待 接着等待美国 英国 瑞士 我计算起码有整个大央行仪式 今星期是一个很密合紧的状态 明天除了有日本之外 还有澳洲 澳洲大家看它 通胀高过其他成熟市场 唱加息 反而唱加息和日本一样 其他就唱减息 但不知唱得成不成功 不知 我想最短期和大家最关心的策略 其实都会在日本那些 因为日经今天升成千点 没错 但日本纸就在1490位行转不动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 我和你谈过电话 我们上个星期就说等星期尾的春斗 出来的加深幅度真的很夸张 我都很想出日本打工仔 你都想做我都想做 跟二话为 前个星期放风就说已经是5点多 但大家说石炁加不加到呢 怎料到近星期尾 就是那些大的日本企业 全部都答应加到 封田那些大堂 是的 然后到星期五正式工会说的结果 哇 真是加到的 所以大家都 密切其多 我做日本打工仔很开心 是吗 但现在你就是说 那个通胀肯升 不过你其实就好像铺过路了 铺过路给日本央行要做事 所以明天比较大机会 明天比较大机会 真的日本央行会结束到负利率政策 本身我看到整条街都是估计4月买重的 但之前刚刚出了一些 譬如东京的通胀 以及政府官员其实都出来说过 就是日本那些财务省 都说其实去年全年 如果我们只是计生活成本 那个CPI是升了超过6% 那他就暗示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不是只是看大数 2-3% 远高过央行目标 是民众生活很辛苦 所以就更加加快了 你们这些投行一个一个就觉得 不是3月真的有机会吗 还有他之前的经济数据 原本不好 最新就向上修订上季的经济增长数据 就令到所谓的技术性衰退的现象 就没有出现 就进一步铺陈的条件 就令到日本央行可以做事 因为迟些的话 如果今次你不把握这个契机 又有一个工资谈判 就完全超级标 就是那个家人工的幅度是三十多年以来最高 另一方面就是刚才Debbie说的通胀指标 其实一路已经连续20多个月 是有年多的 高过央行的目标 那你做就着这个大背景之下 就令到它就能处理那些条件和诱因 就可以去收紧货币政策 因为如果现在不做的话 下半年你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的 因为始终它经济大的数字 就不是那么稳定了 当然日圆跌就有些帮助到经济 但是你看到经济的其他环节 都有些不少的暗用在这里 例如它本地的消费的数字 是我们说旅客的消费很澎湃 但是出到来的时候 它的消费数字都不是那么理想的 大家知道 所以这次你借着所有东风齐备 再做事先 因为始终你长远一点 我记得早那段时间 或者这一年和Debbie聊天 讲到日本也是 其实食田河南想 除了讲负利率政策之外 一些再深层次一点的政治任务 就是你怎样将日本的国债的债市 你恢复回正常 不是政府自己为央自己买 现在最大买家 人为你扭曲了 那你现在明明我们有个条件 如果变回正的利息 可能修正整个日本国债的市场 去回复回正常的话 对整个整体方面的 日本的长远的一些融资的情况 其实都会有帮助 那我们问就是究竟下一步 就是究竟 我想怎样都会发生的 不是明天可能大家都会报四月的 就是上半年 可能真的要正常化 那个货币政策 那之前的外资 就因为这些因素 其实已经如先涌入了 譬如你见到外汇特别压住 然后你就不停涌入 就买高过日本的股票 那你觉得这一水 会否已经翻转了 相关的题材呢 其实这个题材 就除了日本的货币政策稍为收紧 最近反而是造就着大家 有些审慎的原因 就是令到日本股市 从去年升到现在 那些人经常说 它升得这么急 那你又用什么借口沽一沽 就是想着日本可能加回少许息 在这里会令到有点缺步 但是你说 整个基本因素 其实就不在于央行 是在于东京证券交易所的 那些结构性改革的因素 我估计很多嘉宾和Debbie说 都是这样的 这一套言论的 因为的而且我们见到见效 就是你逼上市公司 不要用逼 回购 是的 你有他们 又弄一些黑名单白名单都好 你那些没有做 你没有做到事情 去提升自己的估值 一些公司 就弄个名单出来 是的 吸一只黑猪给你 是的 那这些是帮助手的 的确是你见到过往一年的外资 就陆陆续续流入日本股票的市场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情况的趋势 其实还未完 因为画面上大家看到就是 就是资金流入 你看到2015年 其实那个外资流入的情况 其实比现在更厉害 你如果拿那个 你看看累计的情况 其实现在还对比2015年 资金还未回到日本 所以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长线资金 机构投资者 或者海外资金继续流入 还有我们经常说 去年升成两成多 今年年头 不用说年头 今天又有39,000又升算了 现在是19% 如果你计算日经二、二、五 所以现在那个升幅 好像很多 但是你对比环球股票市场 如果我用12个月的预测市场去计算 其实那个股值就还有折扬 16倍左右 是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折扬的幅度 如果用预测市场率去计算折扬的幅度 其实日本股票比环球股票便宜大约一成 如果有这个差距 其实你再对比历史的中位数 历史中位数其实有日价 日本股票 如果用预测市场率计算 应该比环球股票有日价 即是说现在还未贵 还是有折扬 虽然是贵了 但是未真是很贵 是的 那还有些条件 还有些作用 可能就是说那些钱会不会回到隔壁 你知道吧 现在在赌资 会不会结束灵律政策呢 我见这一两天 Bloomberg访问了200多个市场人士 经济学家那些 又包括海外的4万亿管理资金的基金 究竟会不会因为改变货币政策 而再将那些钱多些进入日本 他们暂时都是说先看看 因为可能都已经有些人在买 所以大家就觉得 可能不会短期内很rush地冲进去 继续买高的指数 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 未来有人接力 就是那些道边太太 因为原来日本的散户本身持有 日本股票的比例很低 没错 但是日本荷里卫仔 东京政策交易所 其实都是 包括政府在来 是想想一些方法逼他们入市 那又好像开始有些苗头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存钱 对那些风险承受能力 相对来说要保守一些 其实日本人原来一样 一直他们的理财 或者做投资 都是很保守的 是最近这两年 除了东京政策交易所自己做事 日本政府都配合的 去将那些个人账户的改革 就是鼓励你们约那些个人账户 是一些类似我们强责金的投资 那些资本身值税那些 就取消了 如果你是投资日本股票的 就取消了一些资本增值 或者相关一些投资利得税那样 希望多些人就自己去计划好一些 自己未来的一些财政的打算 就鼓励多些人投入股票那里 那这里估计那些资金 可能都有成千亿的资金 有机会又会流入日本股市 所以旅旅外外呢 就是旅应外合 这件事可以叫做 那样就继续就抽了个故事出来 所以刚才我们说 如果你说那些 就是日本的央行去改个货币政策 会不会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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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另一邊的商店 日本股票的一些改革性供數 其實也不太影響長期資金進入 所以這個故事在2024年還是說得通 如果你是很間接地想 例如我們經常說 企業盈利依然一直都交到功課 例如去年的第四季 很多人都說 依然是給了一個歷史新高的增長 然後今年全年計 例如早前高盛也出了一份很詳細的報告 就是說 今年他們的盈利繼續來 但某程度上 因為很多公司超過一半是因為匯兌收益 大家就害怕 如果你日圓反轉價 貴的話 他們的企業盈利就不會這麼漂亮 沒錯 但這個純粹是個波折位 有些事情就不是一帆風順都那麼重要 但有些小波折部 令到我們想追究 都有些機會 你看到近期都是的 日圓試過彈的 彈回到146附近 146、147 日本股票就跌下了 原本我們以為何時都4萬 何時都4萬5 想著它一路一路衝 但誰知道日圓反彈就令它斷了一斷氣 停一停 喘一喘氣 還沒斷氣 是很健康 只不過它跑完一輪 快放完一輪100 休息一下 待會再跑400 再跑800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 反而不是真正一個核心 反而你看到現在 有件事我們覺得挺正的 大家看我們看 雖然日圓就會彈 但近期你看到美元的印性都不錯 103 是的 你去到103附近 其實還有一些整固 你去到102、104 你會看到美元正在走波幅有些印性 還有美國近期的經濟數據 好似又炒好一點 你前個星期 特別你記不記得 前兩個星期出過飛龍的時候 大家不是看飛龍 不是看最新的月 是看它對上一個月向下修訂 其實前幾天的工業生產 上個星期五的工業生產 最新的數據又比市場預期更好 但對上一次又是大幅向下修訂 大家喜歡Pick的那些 是的 但這次就沒有特別Pick了 反而說好啊 最新的工業生產好啊 上次看就是對上一次飛龍不好啊 又向下修訂 所以你看到這陣子的美金可能會夾高一點 還有美國債息可能去到4.3厘附近的位置 你又怕 又想 浪一浪 所以令到美元和日元 我們覺得你就算調整 145都差不多 就是日元升到145到1美元 可能近期都有些阻力的 這裡大家要留意 你都是傾向提強 因為你去年年底已經開始說 今年應該都已經轉強了 所以你們暫時都保持了目標13幾 沒錯 139 啦 140 139 那些位置先 就是若果它現在真是結束負利率政策 你在鷹派的信息那裡慢慢就越來越多曙光的話 其實是會繼續令到日英 今年可以移軟一點 但是這個的反彈幅度 亦都不至於令到我們覺得 對日本股票有一個很明顯影響 一來就是剛才說 短期反彈的幅度有機會差不多 走145的話可能會有些阻力 另外就是剛才我們說的結構性因素 你看一下究竟故事裡面 那些基礎的彈藥裡面 是否齊備 齊備 至少股臣沒有說過要走人 還有就是它那個 始終還有彈藥回購 大家看到現在畫面上 就是最新你看到 它那個淨現金的公司的比例 還是四成多 你比歐洲美國還要高 正現金就是你現金多過負債 就是你繼續那些公司是很有條件 去增加做回購 或者提高對股東的回饋 你還看其實 入東京正現交易所都是這樣 即是你那些市場率低於一倍公司 你自己看路 現在的比例 都還有四分之一這麼多 這些要看路的公司 大家有集體要做些事情 這樣東西是繼續令到股市的股值 就再有一個收復的空間 所以這個股市你再配合 剛才我們說了 你說外資流入 其實始終流入的情況 都未去2015年的水平 另外預測市盈率的股值 對比全球股票 就繼續有折藥 再我們剛才說 有錢要做回購 又繼續有彈藥 另外你市場率低於一倍 又繼續這麼多 被你說到我又要立即入市 是不是很心動 是的 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看法都是日本股市 是審神樂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譬如回調機會 就可以坐回一點點 另一邊 大家找一些更便宜的選擇 這個市場 我就覺得暫時 這條街都是比較猶豫一些 很多人都看好的 包括投行 就說 南韓因為想學日本 做一些股值收復 但我不知道能否拒絕 因為大家都覺得 他們兩個市場 有很多基本面都不太相同 接著你就看看 那些資金流入也是 自從你說政府 說過下一月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股值收復的政策出來 提高股值的計劃 沒錯 南韓股市真的彈有一成 但之後少少一些 Inflow 無異為計 那大家其實現在在害怕什麼 就好像你這樣說 你說抄究竟能否做到呢 現在傳出來的版本的細節 其實比原先市場預期的 幅度未必有那麼高 但是他都說 今年的上半年 他盡快希望今年會做到一些指數 就是列回 究竟現在南韓上市的一些 股值被低估的股份 一些價值型的指數 有些什麼 因為去年日本也是年尾 有一個新的指數 是吧 日本的150指數 那個就是 你指數做得出來 大家觀眾深水清 就那些什麼ETF 那些東西追蹤那些 是的 你做到一些基金 又有多一些基金的 去追追這些指數的話 南韓股市也做了很多 是 他就很想盡快地 成立這些指數 令到你多一些機構投資者 若果弄一些被動型的基金 那你變成了另外有些 有些資金真的追進去 其實他的方案都是大逃小逸的 都是叫你那些 交易價格低過你帳門值的公司 你們也是要做些事情 不過有些事情你說是Hesitate 那你記得 前幾個月他突然間禁止沽空 是的 那馬上市場原本 他都習慣了 是的 就是這些事情 你說 面子那一陣子就覺得 沒得沽空 那股市就放著了 但是這個 這個大家都會擔心 那個資本市場的透明度 或者 或者你 無端端你都不被人沽空 會不會是真的 你說企業管治 一方面要求公司要提升 一些對股東的回饋 但是你自己的整個政策 原來是突然之下 不透明的 可能禁止沽空 那這些便有點Hesitate 少少怕 但是這個禁止沽空令 今年上半年都會軟的 是的 如果南韓股市 希望令到國際投資者 整個對市場的看法要變回正面 應該盡量都會 不要搞這麼多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給它超配的 我們整體的資產配置 亞洲股票兩個市場 我們比較看好 就是日本和南韓 我們覺得它都有條件追落 你看它更誇張 剛才我們拼了日本的 低於PBook的一倍公司的比例 你看南韓簡直是接近一半 四成 政府說要做事 是的 現金又多 是的 那你們整班人 原來這麼有條件在這裡 再供下整個市場的估值 所以他們便會有這樣的條件 還有今年的主題 大家看到都是炒半導體 暫時仍然是 美股又很明顯 南韓都是以半導體的企業 就是市值擔當 或者是股市擔當 它再集中一點 是的 所以它是有條件 真的有多些題材 是吸納到資金的流入 這方面真的值得大家留意多一點 去年南韓整體的每股營利的增長 都是差的 所以大家簡直不太想看它 即是就來ex-Korea 以前ex-Japan ex-Korea 但今年爆炸性增長 當然有個基數效應 變得特別厲害 還有你的半導體行業 去年大家害怕那些庫存問題 那你今年 半導體 現在說炒半導體 就不只是炒半導體的上游 即是他們直接想起 你做半導體的測試又喜歡 另外今天再有些不同的分析 其實那些晶片或者人工智能 相關的概念就是 你知道AI用電用很多 如果那些相關的電網或者電力股 都叫做跟人工智能相關的 那真的有很多東西要玩 是的 如果這樣算的話 有些分析就覺得南韓和台灣 這些基本上股市 有很多股份是真的有關係的 所以當你的題材一在市場上再發酵 他們又應該會很受惠 其實南韓的公司 大家常用的電子產品 已經很認識他們最大市值那些 三星、LG、海力士 其實現代樂天 大家會購物 其實都知道已經衝出國際 所以這些公司開始 特別多基因經理掛在口 不停出去做推銷員 其實他們是OK的 不過我也希望韓汪有時對南韓股市 有一點負面影響 也會的 所以你說日本股市也好 南韓股市也好 其實匯率的因素 這會令到他們有波動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原因 還有國際投資者一看這個 你看到日韓一旦 大家要沽一沽 日股 有這個類似的情況會出現 但是就不構成一些對一些基本因素的若果 若果韓國交易所真的這麼成功 複製到日本一些提升股值的方案 令到國際投資者對他們的看法 真是有些根本性的進一步的改變的話 其實是會對市場來說 那個利好因素是凌駕於這個匯率的波動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整個亞洲的配置裏面 我們會看南韓和日本股票 真的可以提高的善相對多一點 我覺得南韓真是可能一個 不知道 如果你看日本 都是過去兩年 大家才突然發現 譬如你股神披露過倉油 才會引發一輪追逐 但其實日本股市升了10年 南韓如果現在這樣 就想一個長遠的股票 我不知道日後股神會不會突然 都喜歡 加持南韓 原來是增持的 跟日本一樣 他一說那一說 原來人家幾年前可以買定 會不會是這樣的 大家留意一下這些機會 另一邊 如果要追求一些股值低 我不知道中國又怎樣看 最近有極多新聞 雖然我們的市場 最近都是這位上落 但其實如果你看看內地股市 其實A股連升了五個星期 然後大家追蹤資金流入 國際金融協會等等 說二月開始的外資都回來了 買入了差不多幾個月 其實一直買 你們有樂觀一點嗎 好一點 因為中國股票 另外短線的 momentum 都看著動力夠不夠 例如你說過去二三十年 我們留意到 若果當主要指數 例如滬深300指數 一個月肯升一成的話 接下來接著六個月的動力 應該是不錯的 是有七成的機會都會繼續向上 你說的平均升幅 可能去到兩三成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看 短線的 momentum 這些指標 其實就暗示 那個氣氛真的有些改善 應該會有些技術性的反彈 可以繼續的 技術性的反彈 是啊 我們這些很小心說話 被你抽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你看上個星期五就知道了 你看到人行 政策利率又不變 還有其實現在最新內地的 那些新樓的樓價 還在連續九個月下跌 這些就比較關鍵 是之前呢 好在CPI就回到正數 但是現在正數你一個月而已 你不知道是不是要維持 就是你的通縮的威脅 還未完全擺脫到 另外樓市也未說 見到一個很明朗的 一個真正解決了問題的情況 所以這些都會拖著中國股票的一個尾巴 但是因為你剛才說的估值 估值我們就拿來看長遠一點的 一個投資價值的 你反而對短線來說 那個啟示性的錯誤未必那麼大 但是現在的估值 例如我拿MSI中國指數 就做過參考指標 今年年頭到現在 就大約是 它預測市場率 通常就九倍或者低一點 如果過往的二三十年 用這個估值去計算 之後的五年來講 平均每年都會有6.8%的回報 基本上 我五年的那個平均回報 百分百肯定都是升的 但是當然 此一時就彼此一時 疫情之前都沒有 世紀百年難得一遇 那些事情不同了 但是如果你說 拿數據去分析 長遠估值 其實估值我們是一個中線 那些五年的部署 其實這也暗示著 中國股票的估值 真的相當低殘 大家分散 但是剛才我們所以 為什麼 今天W的一個好好的就是 整個亞洲分散 我們看日本南韓應該強一點 但是中國在講 估值收復的故事 短線momentum 應該不錯 但是經濟的指標就是 一個制約或者限制性的因素 是的 至少剛剛出了新鮮出籠的 三頭馬車的數字 都是一般的 兩顆就好過預期 一顆都是差過預期 在生業旅向上 大家都是淡淡的 看數字的事不動 大家在看 可否再等幾個月 希望有改善才行動 大家如果想分溫一下 大戶的話 就買一點點 放在那裡 或者可能要等一些時間 好 今天非常清楚 謝謝你和我們分享 這個視場的看法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